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10日 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9月9日 在给中国公众和中国共产党反复带来灾难的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去世 42周年忌日到来之际 中国网民赫然发现 中国八年级历史教科书下册正式出版 毛泽东再度成为一个没有错误的伟大领袖 新出版的教科书显示 中共当局最新的叙述已经修改了原先的历史陈述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 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 通过历史教科书所做的最新的历史陈述 给毛泽东免除了错误 一位报告新教科书出版的网民 以明显信任的口吻说 速看 新课本毛主席不再背负错误 新的历史教科书的有关陈述是 20世纪60年代中期 毛泽东认为 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为此他强调 以阶级斗争为刚 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 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1966年下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 习近平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 对毛泽东的反复赞美 导致中国国内许多人 以公开和半公开的方式发出询问 习近平假如认为毛泽东没有错误 那么在毛在世的时候 他的父亲习仲勋 一直是毛眼中的反党阴谋家 野心家 人们究竟应该相信毛泽东 认为毛泽东没有错误 还是相信习仲勋 认为习仲勋是毛泽东 独断专行的受害者 面对中国国内外许多评论人士持续发出的上述询问 习近平以及习近平的宣传班子 一直没有做出回应 习仲勋在世的时候多次公开表示 毛泽东那样的个人独裁 对中国 对中共是灾难 要预防那样的个人独裁再度出现 在习近平再度追求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权利之际 中国网民不断提出习仲勋提出的 防止中共个人独裁再度发生的呼吁 分析家们预计 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窜边当局 推出歌颂毛泽东 粉饰毛泽东错误的中学新版新教科书 将再度引发公众对习近平和他父亲 习仲勋以及跟毛泽东关系的议论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宣布 一年后他将不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 届时由现任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接任 马云在写给客户股东和员工的信中称 他将转向教育慈善事业 但会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成员 直至2020年公司年度股东大会 马云本人早在2013年卸任首席执行官时 就曾直言 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 事实也是 历史也是 他在接受一家中国杂志时尚先生的采访中 曾哀叹高处不胜寒 称8000米以上 你不知道空气有多么的稀薄 8848米你跑到8000米 你会想自己怎么这么蠢 怎么跑上来了 但下面的人没有上去过 与西方公司不同的是 包括阿里巴巴 京东和腾讯等 在内的中国几家最大的科技公司 目前都仍在创始人控制之下 这些百亿千亿美元的企业的命运 也与很少几名高管的命运密不可分 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报道指出 在中国的企业传统中 很多第一代创业者往往要干到70多岁 相比之下 马云在星期一年晚54岁时 就已知天命宣布急流永退了 马云离职的前景 令一些投资者们感到不安 周五纽约时报报道 马云将于周一退休 该公司股票在美国股市盘后 交易中下跌 纽约和香港的一些投资者 周末表示 他们并不担心阿里巴巴的业务 及其领导层的转型 但是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条件的信心 如此之低 以至于像马云这样的标志性人物都要离开 这使他们在思考该如何评估他们的投资组合 过去一年 中国政府还对欣欣向荣的科技界加以严管 近几个月来 中国已经对网络游戏和网络新闻进行了打压 并且总体上对私企经营施加了更多的影响 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一发布了一份报告 给出了中国今年8月的居民消费价格等最新统计数据 法新社评论称 中国在洪水 猪瘟 猪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 消费价格各项指数仍然保持着平稳的态势 但猪肉 蛋类和新鲜蔬菜等环比价格增长比较大 彭博社此前曾经预计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增长将稳定在2.1%左右 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高出了这一预测 不过仍然比中国政府对今年3%的要求要低 环比来看 蛋类价格猛增12% 新鲜蔬菜价格增加9% 猪肉价格也增加6.5% 有分线师认为 这都与山东地区遭受洪水与猪瘟等灾害 以及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等不无关系 而猪肉价格预计还会继续增长 中国女星范冰冰涉嫌偷税漏税案持续发酵 但有关范冰冰的行踪外界并不确切 反而给出了各种传闻 有广泛传播的机会 近日有中共党媒爆料 她却已被控制 而与其合作电影的导演冯小刚疑似也遭牵连 网传她正在被抓捕 对此 冯小刚9日在微博怒斥 不要煽动和绑架民间的利器 拿影视行业当出系统 综合媒体9月9日报道 一段据称是由中国司法部主管的 金衡律师事务所内部交流群截图流传网络 其中应提到范冰冰而引发关注 截图内容称 下午确认范已从美押回 现在关押在上海某看守所 冯陶在美 也在抓捕过程中 其中 范是指范冰冰 冯是指冯小刚 不过 金衡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陈有希 在个人微博发声称 有关范大美人的传言很多 大家不要轻易相信 转发 等待官方公布正式消息为好 自中国央视前名嘴 崔永元爆料设阴阳合同 以及偷税漏水仪式以来 范冰冰的行踪就备受关注 迄今已超过了百天未露面 中国舆论场中 有关范冰冰行踪的传言不断 早在7月下旬 中国财经媒体人罗昌平就称 范冰冰本人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 其工作人员被税务机关调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关范冰冰被查的消息越来越多 中国司法部主管的大白新闻透露 8月31日 河南灵州涉滩企业主 在受审时当庭举报当红女星范某 由于范冰冰曾在2014年赴河南灵州演出 因此上述当红女星范某被指示范冰冰 紧接着 有中国网络大V蜡笔小球声称 范冰冰在江苏南京被捕 后被压解至北京 9月6日 具有官方背景的 中国证券日报网转载网文 逃税被调查 范冰冰被控制将接受法律裁决称 除涉嫌偷税漏税外 范冰冰还涉嫌参与 有关银行违规放贷及腐败案件 文章强调 范冰冰目前已被有关机构控制 并接受调查 未来最大可能的是面临法律的制裁 不过 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 另据早前台媒报道 范冰冰目前一直被关押在北京的一处秘密地点 甚至睡觉都有人看管 还不准关灯 自由环境极为苛刻 9月7日 有港媒探访范冰冰在无锡的工作室 发现已经被清空 所有文件都被清走 9月8日 亦有媒体探访范冰冰在北京的工作室 这家名为《财经天下周刊》的媒体称 虽然范冰冰在北京的工作室没有清空 但也已基本停工 其中 宣传人员在家休息亦有月余 而这样的停工被指要持续三年 报道称 之前是透露范冰冰将面临三年封杀的可能 但和众多和范冰冰相关的传闻相比 这个消息不算是最坏的 数以百计的四川级老兵 9月10日在成都继续维权 遭到了数百警察的围堵 老兵多次冲破警方的防线 双方爆发推仓冲突 一些老兵被喷辣椒水 据网上多个视频显示 数以百计的川级老兵 星期一聚集在四川省民政厅前维权 民政厅承诺接谈 但老兵们空等了一个上午 没有任何官员出来 随后 喂吃午饭的老兵截队 向四川省委进发 遭到数百警察的几次围堵 但都被老兵冲破阻拦 期间 双方发生了推仓冲突 一些老兵遭喷辣椒水 此外 还有消息称 大批全国各地老兵聚集在 北京退伍军人事务部维权 另有数百名老兵前往中央军委信访大院 跟有几十位河北的老兵直接前往中南海 其地坐在红墙外 近年来 当局在加强对老兵维稳力度的同时 除提高现役军人待遇外 也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 宣布部分改善 退伍军人待遇 但中央责任推给地方 而地方财政紧张 无力或不愿承担 30万名军人 3万6千辆坦克核战车 1千架战机 直升机和无人机 以及80艘战舰 加上中国和蒙古军人的支援 俄罗斯即将于周二 9月11日到17日展开几十年来 也是冷战后规模最大的名为 俄罗斯东方2018军事演习 这场军演被称为 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 也被拿来与1981年前苏联举行的 西方八一军演相提并论 西方八一被视为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 当时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假想敌 有分析称 周二开始的军演 将在一些领域复制西方八一 但在其他方面规模则更加大 分析认为 俄罗斯目前处在 几十年来与美国关系最冷时刻 克里姆公在为潜在的战斗做准备 而规模如此之大的演习 部分在于展示俄罗斯对于战争的战备程度 另外 此次军演另一个重要的变化 也值得关注 这就是中国3200名人民解放军士兵的参与 这即是俄罗斯首次与非前苏联国家合作 也让中国身份从过去的 所有军演假想成为合作者 是否显示出中俄关系有重大变化 还是释放出何种信号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 这可能标志着 使于苏联时代的军事演习 有了重大的改革 同时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 演习规模再大 也难以掩饰俄罗斯军事力量的衰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作为中共重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 9月9日出席朝鲜建国70周年阅兵礼 据报道 阅兵未展示核岛武器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栗战书表示 朝鲜会遵守本年6月 与美国签订的无核化协议 而朝鲜同时希望美国亦遵守协议内容 本年6月 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新加坡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两人签订了协议 同意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 不过 质疑者很快就指出 协议当中并没有包含实施过程的时间表 细节步骤以及机制 之后的无核化谈判也一直拖延 朝美双方互相指责对方 需为谈判陷入胶着 负上责任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